Hello 今天我們來到新村 沒錯啦 今天我們就要去吃雪龍湯 是這個下雪的紫色雪龍湯暖六粒 適合 這次我們選這間餐廳是CB值超高的 一起跟我們去看看啦 食物已經來到 看到那些熱的蒸氣一直這樣 令到我的螢幕全部都是 好 這個就是排骨湯 裡面看到有超多牛骨 然後有很多蔥 哇 這個也很大塊 整條 然後就到雪龍湯 它裡面是有牛肉片的 看到它的湯有很多蔥 然後它的湯底已經煮成奶白色 好 首先我現在就來試這個牛骨湯 看到超大 首先碗已經比我的手掌大 然後我們再看看骨 然後我們先試一口湯 好 很多人就是為了這個湯 來試 好 味道如何 好喝 超好喝 超濃味 而且它的牛肉味是超級超級重 因為用全部的牛骨燉好了 你看到這個湯是超清的 拌飯一定是一流 現在今天外面下雪 所以現在喝熱的湯飯是一流 好 我們看這個牛糕加牛肉 是否拌 好 先試一下 超好吃 而且它不會太硬 而且你拌完飯和湯的話 其實看到熊肉不是很擔心的 因為它不是還沒煮熟 而它本身牛肉是紅肉 它煮到這個程度 是輕輕一推 已經可以骨肉分尾了 懶人必食 這間就是 好開心 泡菜那麼大 週天不用錢 那些肉 你又給了一整個 大夠到不用錢 它上前菜的時候 就會看到泡菜 下面其實還有一個碟 這個碟是放牛骨的 現在來到雪龍湯 它裡面的牛肉已經切了片 也是薄薄一片 它有份量其實也不少 我就這樣聞 其實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是淡仔那種 是淡仔那種 清湯味 有種親似感 好 首先呢 我就來試一試這道湯 先 它的湯是比較清的 所以其實它就可以 選擇桌上的那些 胡椒粉 又或者是 鹽 自己再調味 我就加少許鹽 然後再加少許胡椒粉 然後再加少許胡椒粉 很香啊 對 那我現在就試一試它的牛肉片 牛肉片 這個牛肉片是很韌的 但是呢 就稍微韌了 少許的東西 我現在就試一下 一口湯 好 加一口湯 加了鹽和胡椒粉 再把它提一提先之後 不過味道是有很多的 聽聞這個泡菜是它自己醃的 這個泡菜就切得比較大塊 而且它不會很辣 又或者是很酸 是我喜歡的泡菜味 因為送這個湯飯 沒得定 我剛才就試了雪紅湯 現在就試一下排骨湯 這個排骨湯對我來說 是完勝這個雪紅湯 有女比有商量 這個真的 雖然它是一倍的價錢 但是這個我一定是must try